奧巴馬在華盛頓國會山莊出席連任就職典禮 再次宣讀誓詞 奧巴馬今次特地選用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 和前總統林肯曾經用過的聖經宣誓 又在就職演說中重新美國精神 一個經濟復活動已經開始了 美國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因為我們擁有所有的質素 這個世界無限的要求 年輕力和力量和開放 我們相信美國的優秀 必須擁有高的肩膀的肩膀 外交方面奧巴馬子無有子的戰爭 不能夠為美國帶來持久的安全和和平 未來會繼續在全球推動民主發展 美國會繼續在全球的強烈聯盟 我們會恢復那些社會 延伸我們的能力去擁有危機 我們會從亞洲到亞洲到亞洲 從美國到中央中 因為我們的意志和意志 擁有我們去行為 那些人爭取自由 奧巴馬之後和副總統拜登檢閱三軍儀仗隊 又是賓夕泛尼亞大道巡遊 奧巴馬強調 在削減醫療開支和財赤上 需要作出艱難決定 但他不認同要在照顧建設國家的一代 和投資下一代之間作出選擇 奧巴馬又提到 國民有義務應對氣候轉變帶來的威脅 否則就是辜負下一代 奧巴馬再次促請跨黨派合作 強調不能夠將互相指罵 當作理性辯論 也不能夠將壯觀的展示 當作是政治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漢文報導